谁头吃了我的热包子 不知道 那你们头上为什么会冒热烟 难道不是你们吗 是不是白雪贝尔我不知道 但是一定不是我 我头上会冒热烟 是因为我太热了 最近四十度的天 我真的受不了了 说谎 我也热呀 也没见我头上会冒热烟 肯定是你吃了我的热包子 我没有吃你的热包子 我真的是因为太热了 所以冒烟的 那谁能给你作证 牛角怪可以 你可以叫来牛角怪问问 牛角怪 怎么了 牛角怪 你快告诉黑暗魔王 我没有吃他的热包子 你说 大把头上会冒烟 是不是因为吃了我的热包子 当然不是了 大把头上会冒烟 是因为它是爆炸体质 只要天一热 头上就会冒烟 爆炸体质 怎么会有这么奇怪的体质 好吧 大把我相信你了 那黑暮王 我可以走了吧 我太热了 走吧走吧 牛角怪 我们走 牛角怪不能走 怎么了老大 牛角怪 不会是你吧 包子是你买的 不会是你吃了我的包子吧 我哪敢老大 再说了 你让我买两个 我们俩一人一个 我自己有干嘛吃你的呀 你这么贪吃 你确定没把我的一起吃了 没有 老大你要相信我 好吧 你也走吧 黑暗魔王 我们也要走 站住 你们头上 到底是不是吃我的热包子 蒙的烟 我还没有调查清楚呢 不准走 黑暗魔王 你的包子是什么馅儿的 韭菜鸡蛋馅儿的 那肯定不是我 我吃鸡蛋过敏 我从来都不吃鸡蛋的 我不信 白雪 你看这是什么 啊 吃包子 好香啊 喵喵喵喵 白雪 你不是说你不喜欢吃吗 你怎么吃了 是啊 好啊你白雪 就是你对不对 刚刚的包子是我吃的 可之前的包子真的不是我吃的 刚刚的包子 也是韭菜鸡蛋馅儿的 你怎么吃了 你不是说你对鸡蛋过敏吗 刚刚的不是韭菜鸡蛋馅儿的 是酸菜馅儿的 不可能 肯定是你在说话 不信的话 你可以尝尝啊 还有一个 喵喵喵喵 还真是酸菜馅儿的 那你说 你头上为什么会冒烟 我头上会冒烟 是因为我在头上放了一个蒸汽鸡 你看 我的妈呀 还真是 白雪 你厉害 那我可以走了吧 走吧 这事你了 你有没有吃我的热包子 哎呀 没有啦 你看 我头上会冒烟 是因为我也在头上放了个蒸汽鸡 什么 你们这都是什么癖 好吧 你们也走吧 我找不到吃我包子的人了 谁来管我包子啊 黑鸣王 你多大了还哭鼻子 你快拿着吧 这是我送给你的 韭菜鸡蛋馅的包子 你快吃吧 别哭了 小女王 谢谢你啊 喵喵喵喵 我的 你看 我捡到你的包子了 你往在厕所了 什么 看我这景象 原来是我自己把包子弄丢了 包子糟了就不能吃了 丢了吧 你再关注我 小街灵和巫府都会魔法 可以合体 合体 小傲美和美人鱼不是好朋友 不能合体 冰公主和美人鱼都因为有水系魔法 可以合体 合体 我也要合体 我也要合体 你们真的帮帮我呀 小傲美别着急 我来帮你 小傲美 你怎么又在玩游戏 今天的作业写了吗 我不想合体了 走开走开 我一群妈妈和奥妈都是好妈妈 可以合体 谢谢熊妹 我合体 我已经合成王后了 培养魔王 你要加油啊 怎么办 我需要一个小傲弟 你可以请屏幕前的小伙伴们帮你 屏幕前的小伙伴们 你们愿意在视频下方的评论区 发送依依 帮我教一家小傲弟吗 我来了 太好了 小傲弟和小傲美都是奥特家族的 可以合体 合体 我终于升级了 那么继续吧 王后艾莎可以合体 等一下熊妹 为什么王后和艾莎可以合体 因为王后和艾莎都住在城堡里 原来是这样 我忘记了 合体 小女巫会魔法 可贝儿不会魔法 他们不会合体 小女巫和奥巴也不是好朋友 不能合体 白雪和贝儿都是我的好朋友 可以合体 合体 太好了 白雪公主 合体成功 我也不能放弃 又是王子 王子和奥巴也没什么关系 不能合体 那是谁能和奥巴合体 我给你提示一下 他们都是奥特家族的 那是谁 屏幕前的小伙伴们 你们能发送弹幕告诉我吗 小伙伴们都说 奥妈可以合体 合体 恭喜黑暗魔王 合体成功 是一个迪迦奥特曼 现在我们有一个白雪公主和迪迦奥特曼 小朋友们 你们觉得他们还可以合体吗 认为可以的话 就在视频下方的评论区发送一一一 不可以的话就发送二二二吧 记得点击 我扔 恭喜你 选到了套王白雪 太好了 白雪 咱们回家吧 还有谁要玩套拳游戏 听起来好好玩 我要玩 好 给你们套拳 你说我先玩 我扔 怎么是调皮的大宝 我要换一个 我再扔 是最听话的熊妹 太好了 套王熊妹咱们回家 为什么不要我 大宝 他不要你 我扔 我是阿姨 你真好 看我的 我扔 哎呀 怎么选到贝儿了 我本来是想选大宝的呀 沙阿姨 选我吧 我想和你回家 好吧 大宝 对不起了 怎么都不选我 大宝 既然大家都不选你 你还是跟我回家吧 花花妈妈 这次考试我考了满分 白雪 你真棒 家里怎么这么干净 妈妈 是我打扫的 你上班辛苦了 快坐下来休息一下吧 熊妹 你真懂事 妈妈 饭做好了 快来吃吧 喵喵喵 真好吃 贝儿 你真厉害 白雪 我辅导你小作业吧 妈妈 我的作业早就写完了 你就别为我操心了 啊 好吧 哎哟 哎哟 妈妈 我最深探查卫生了 还是让我来吧 哎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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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怎么连打扫卫生都不行啊 妈妈 来吃饭吧 贝儿 你学习辛苦了 以后还是我来做饭吧 不行 怎么能让你做饭呢 还是我做吧 哎 怎么会这样 什么 你们不想要自己的孩子了 这是为什么 白雪学习太好了 我想辅导她写作业都没机会 兄妹太懂事了 把家里打扫得干干净净的 连扫帚都不让我碰 贝儿也是 每天做好饭菜等着我回家 连厨房都不让我进 哎 好想体验一下的妈妈的感觉 快说妈妈 黑暗魔王不是把大宝带回家了吗 他在你家怎么样 大宝虽然调皮 但是他还是一个小孩 可依赖我了 我现在每天都很开心 妈妈 这道题我不会做 好 让我看看 妈妈 我饿了 好 你等一下 我现在就去做饭 妈妈 我不小心转了一架 她衣服都都脏了 哎呀 怎么这么不小心呢 快偷下来 妈妈给你洗一下 妈妈 你真好 我最喜欢你了 就是这样 真羡慕你啊 妈妈 你为什么要掉我 不是的 你们的妈妈不是要换掉你们 那是为什么 妈 其实是这样的兄妹 我知道你不让我打扫卫生 是怕我累着 但是 我是你的妈妈 我不想只被你照顾 我也想照顾你啊 原来是这样 妈妈对不起 是我误会你了 妈妈 我也是 以后我会多意外你一点的 太惹了 好孩子 妈妈永远爱你 我是一百分百血 智商一百 我是九十分贝儿 智商九十 我是六十分大宝 智商 智商二百五 大宝 你的智商怎么可能那么高 智商智商打发的 说少了就吃不到好吃的了 大宝 你这是耍烂 不要吵了 智商考察现在开始 答对题目才能领食物 第一题 一只鸡和一只鹅放冰箱里 为什么鸡被冻死了 鹅却什么事都没有 小朋友们 如果你们知道答案的话 可以抢答哦 我知道 因为鹅跑出来了 回答错误 我不能给你打饭 难道 鹅穿衣服了 差不多 因为那个鹅是企鹅 企鹅是不怕冷的 这也行 老师 快出下一题吧 好 什么东西打破了才能用 我知道了 是世界纪录 大宝给我了 我这不是着急吃饭吗 大宝回答错误 那我回答 只有鸡蛋打破了才能使用 白雪回答正确 你的午饭是汉堡薯条套餐 谢谢老师 下一个 干谁了 干我了老师 快给我出题吧 大灰狼捉走了羊妈妈 为什么小羊也跟着去了 我知道我知道 因为小羊离不开羊妈妈 哎呀蛋宝 你能不能别捣乱 就算小羊离不开羊妈妈 也不会跟大灰狼走啊 那你说是因为什么 因为小羊在羊妈妈的肚子里 恭喜贝尔 回答正确 这儿有一份小龙虾 给你 我最爱吃小龙虾了 我好饿了 大宝 你不是只吃250吗 怎么连饭都吃不上呢 哼 一会儿还有饭后甜甜的 我绝对能吃上 孩子们 饭后甜甜来了 太好了 老师先给我一个 我好饿呀 老规矩 还是答题领食物 呃 怎么又要答题呀 我真是怕了 老师 你出题吧 好 有一个人 被几千米高空掉下来的东西砸到 他却没有受伤 这是为什么 几千米掉下来的东西 都没受伤 那是啥东西呀 我不知道 白雪 你先回答吧 我猜 应该是雪花或者雨滴 这些都不会打上人 没错 就是雪花 白雪回答正确 给你一块水果蛋糕 下一题 用椰子和西瓜打头 哪个头 呵呵呵 肯定是椰子 椰子比西瓜要 这个我试试过 唉 大宝 你的智商是真不行 明明是头家堂好不好 恭喜贝尔回答正确 给你一个冰淇淋蛋糕 啊 我又没答对 老师 可不可以不要答题了 不可以 不过 我可以给你抽一道 最简单的题目 什么水果 没吃之前是绿色的 吃下去是红色的 堵出来却是黑色的 啊 这是什么水果啊 我还是不知道 呵呵呵 难道 我要一直饿肚子了吗 小朋友们 这个到底是什么水果呀 知道答案的 就快帮帮我吧 白兔 亲爱的小孩呀 你要找金色的桥 还是银色的桥呢 我喜欢金色 我选金色的桥 我喜欢银色 我要选银色的桥 白雪 你要选哪座桥呀 我 也不知道白雪 选了哪座桥 白雪 你为什么要打我 大宝熊妹 我这样做是为了救你们 金色的桥是金子做的 但是金子很软 只充不住我们的重量 所以不能选 那我选银色的桥也做了吗 是啊 熊妹 银色的桥是银子做的 明明太光滑了 走上去会摔跤的 所以也不能选 两座桥都不能走 这个怎么办 河神 还有别的办法过河吗 嘿嘿嘿 这个简单 看我的 河神之力 哇 我们选银了 谁在 我们来玩采方格游戏 只要你们都玩成这个游戏 我就用法术送你们过河 河神 我们要玩 河神 我先来 白雪 记住了 你只能采红黄蓝三种颜色的方格 知道了河神 第一号是红黄蓝 我采 红红蓝 我再采 前面是蓝黄绿 我采蓝色和黄色 绿色和蓝色 我采蓝色 再采红色 耶 我过来了 白雪太厉害了 我也要加油了 熊妹 你只能采红黄两种颜色的方格 没问题 看我的 红黄 黄红 我采 蓝黄 我采黄色 绿蓝黄 我采蓝色和红色 前面是红色和绿色 我采红色 好 白雪 我又过来了 熊妹 你也太棒了 怎么就是我了 大宝 你只能采红色的方格 什么 好吧 红色红色 我采 红色旁边的好像也是红色 我采 大宝 那是绿色不是红色 什么 难道我看错了 大宝挑战失败 请重新开始 好吧 红色 红色 那个红色怎么那么远 我跳 怎么又没踩到 我不玩了 大宝 不可以放弃 只有大家都通过游戏 何神爷爷才送咱们过河呢 可是我一直过不去 这个怎么办 大宝 我还有一个简单的过河游戏 只要你通过这个游戏 我就送你们过河 好 我玩 河神之力 这片蓝色的部分是河 这两张只是你过河的工具 现在开始吧 河这么过 只有两张纸 根本就过不去 哈哈 白雪熊妹 咱们今天肯定过不了河了 大宝贝黑心 我和熊妹有办法 什么办法 你插一插 我知道了 白雪熊妹 谢谢你们 先放一张纸 我踩 再放一张纸 我再踩 再把之前的那张纸 放在前面 我踩 这也太简单了 再放纸 我踩 我跳 白雪熊妹 我真的完成过河游戏了 大宝 你真厉害 我给你打一百分 白雪熊妹蛋白 高兴你们 全部通过我设置的游戏考验 现在我去用反书送你们过河 耶 太好了 我们终于能过河了 小朋友们 如果让你们玩这两个游戏 你们能成功吗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 喜欢这个视频 就点赞关注我们 咱们下次再见